对中国共产党太不了解了 所以今年的2月1号 中共开始实行新的海警法 这完全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当头棒喝 中共新的海警法 授权可以对外国船舶动物 显著升高对周边国家的威胁 当代日本研究学会29日 在台湾大学主办论坛 学者林贤森指出 日本中共海空联络机制在2018年启动 希望处理彼此海空部队遭遇的突发事件 避免误解误判 日本早从2007年起辛苦推动 谈谈停停很曲折 结果却是 学者郭玉仁指出 中日联络机制范围不涵盖钓鱼台 也只规范双方的武装部队 却不包括海巡海警 中共常用的海上民兵以及渔船 日本完全掉进中共的陷阱 过去的这八年 中共在东海完全反客为主 以谈养战 然后以战逼谈 这就是老蒋当时为什么丢掉 丢掉大陆的一个主因 一路跟毛泽东谈 不谈都没事 谈了之后国民党就吃败账 郭玉仁表示 中共擅长在自己弱势的时候和谈谈判 争取有利中共的战略时机 就如同1949年以前国共谈判的教训 新唐雅台电视 胡纵翰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这个日本论坛 这个日本论坛 还是 antiqu大家 感谢观看